在海洋跟河口交汇处生长的红树林 被誉为是气候的调节器 同时又具有水土保持的功能 但是这几年在全世界各地 包括台湾在内的红树林 面积却在逐渐消失当中 为什么会如此呢 下面的报道我们一块关心 连结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的红树林 被视为全球生产力最高 也是最复杂的生态系之一 像是迷宫般纠结的红树林植物根系 犹如一道炸门 拦截住河水冲刷下来的沉积物 减缓海浪的侵蚀牢牢抓住土壤 在这里常见的生物 像是螃蟹 弹土鱼 鹿丝等等 对鹿鸟来说 红树林植物提供了住宿的功能 常常看见的鹿丝 有小白鹿 黄头鹿和野鹿等 红树林生态系被誉为是气候调节器 含有碳的有机质土壤 能够沉淀在水边 减少温室气体 全世界的红树林却逐渐在消失中 从1980年到1992年 全世界的红树林面积已经消失了64% 我们在海浩美辽地区就会发现说 因为那边的潮水进来的时间越来越长 淹没的时间越来越长 海切冬它死的时候不是一颗一颗死掉 是一整片全部都被淹没 那即便你再去富裕再把它种回去 它一样也长不起来 因为可能每一天的潮水的时间 都超过十几个小时 那对于红树林来讲 它就没有办法再成长 那这个可能跟我们整个西南沿海 地层下限或者是说 堤防盖的太前面 或者是所谓的海港的突体效应 可能都有一些关系 在台湾 南部红树林因为人围的破坏逐渐减少 然而北部红树林却因为人围过度种植 而造成其他生物的生存危机 那在中部地区或者是北部地区 其实红树林目前为止 它的领域是逐渐在扩张的 那这些扩张的行为 有些大部分都是人为去再去擦植 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会对于河口的一些生态 造成一些一定的影响 换句话说有一些摊地 它并不适合红树林在那个地方生存 人为的干扰似乎是这块土地的最大敌人 在河与海相逢的地方 生长着这片绿色森林 滋养了许多生物 活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无愧是大地的肾脏 明时经文 料理理理器华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